島嶼合稱起來就叫做一個地產 就是Eastate 那其實在Mainland跟獅島之中 Eastate跟Region的定義還有些不一樣 因為Mainland它是屬於Lindon的管理範圍 而且Eastate跟Region也都是Lindon的管理範圍之下 所以其實通常Eastate跟Region在Mainland裡面 它的定義是相同的 但是在私有土地裡面 因為你一個居民你可能 有可能你這個人你只有一個Region 那你在講Eastate的時候 其實你值得就是你的那個Region 所以Eastate就跟Region畫上等號 但是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Region 那你的Eastate就是指所有的Region 那你如果只講Region 就是指其中的一個島而已 好那再來上海是Gree 那Gree它是最大的 就是包含最大的一個範圍 它是一個王格 那它就是指Second Life整個世界 那它就是分為 剛剛講的嘛 就是前面兩個 Mainland跟石島 那Mainland呢它是 Second Life裡面呢 主要的大陸 就是使用者可以在Mainland上面建築 你的那個建築物 然後再來是石島呢 就是你所擁有的石任島嶼嘛 那你可以自由設定就是土地的環境 當然你也要付月費 那再來是其他類型的土地 其他類型的土地呢 就是他們還有分為Linden的保留地 那這些保留地呢 是被留下來做一些Linden他們實驗室的開發 就譬如說他們要做道路啊 運河或者是飛機的跑道 然後他們就會把這個部分就是留下來 就做這些的開發 所以一般不會賣給居民 但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土地呢 是叫做拋棄的土地 他是被就是可能是被某一位居民 他把這個土地拋棄了 他不想要了 所以就是被Linden歸在拋棄的土地中 那他就會等著被就是被賣出這樣 那後面是關於土地的Q&A 就是我會稍微就講一下 像第一個他有講說你要如何拋棄土地 對你要如何拋棄土地 那還有哪一些狀況之下呢 Linden會直接把拋棄的土地賣給你 在這邊我要講一下就是通常呢 Linden他不會把就是拋棄的土地賣給你 但是在這三種情況之下他會賣你 就是第一個就是那個被拋棄的土地 的三個邊緣都是你的土地 那他可能會覺得說你這樣子比較好管理吧 所以他就會賣給你 或者是說你的Land就是包圍著被拋棄的那個Land 反正就是你一定要相鄰就對了 他可能就會把它賣給你 好那後面就是一些Q&A 比如說我可以住一個region當活動嗎 然後我可以看這個地區上的一塊部分的土地 他的所有者是誰 對好那後面呢 我再講一下第二個 地產跟私人區 那在這個部分呢 地產跟私人區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他這邊也是整理了一些問題跟解答 那其實使用者就是可以到這邊來就是查詢 所以我覺得內容還蠻詳細的 比如說第一個我可以選擇我的私人土地嗎 然後你當然不能轉你的土地啊 然後 那其實這個部分內容很多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要如何在層出的私人土地上面收回一片土地 就是他這邊有告訴你說你可以按下哪一個功能鍵 然後哪裡就會有那個收回私人土地的功能 好 那當然後面那前面就是講一些關於土地的問題嘛 那其實後面也會就是你在土地上交易上啊 也會遇到一些糾紛 那後面呢就會告訴你說你要怎麼解決 那其實通常呢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第一個啦 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你直接去跟你發生糾紛的那個 那個玩家就做溝通 就是你可以先發私人訊息給他 那當你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呢 你可以再就是寄信給零等 那他們可能會幫你管理 可是通常如果他們做了某一個決策或決定 就是可能你們哪一方勝利或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最後的結果應該都是不愉快的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就是可以直接先試著跟玩家做溝通啊 什麼之類的 對 好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給大家 那我是那個資工三甲的行通人 然後我現在要報告的是 6.4社交的部分 那麼關於社交的話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的溝通 或者是一些互相的行為 那麼社交那當然 人與人之間當然是不可以侵犯他的 所以最主要當然是要符合這個六大 這個那組子裡面的六大的原則 就是不可以騷擾攻擊他人等等的事情 那麼由於社交的情形方面上 我們常常有可能會不經意的打擾到別人 或者是濫用到一些額外的東西 然後像是 我講一下那個 其實這邊很多都是那個學長界有下來的東西 那麼我主要是把它 因為像這個主題來說的話 這邊其實它原本分的有點亂 就是 像它有講到隱私或者是 一些土地上的使用跟打擾與難用的部分 它其實都混在一起 那我最主要的 在這邊做的就是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我把它分成打擾與難用 還有隱私權 以及那個土地上所擁有的權限 然後以及給一些重點的提醒 然後像是 打擾與難用來說的話 一開始 常常在跟在圖上面 也許你會看到一些廣告 然後 像它所提到的廣告農場 就是 其實 這個廣告農場 就好了